我們可憐的一對弟兄 被民進黨弄到要三十幾度 去外面曬太陽 來這個粗糙的狀況 但沒有想到我們的鄭文燦 居然找了三個律師 他就可以吹冷氣 三個律師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一個接著一個來濾艦 所以時間加起來 鄭文燦雖然在坐牢 但是他可以吹72分鐘的冷氣 這個我覺得一對的看到 應該會覺得真好 有律師真好 三個律師有錢就可以吹冷氣 我們按照律師的收費標準 比如說一般的律師濾艦 一次是一萬塊 這不知道算是貴的 還是便宜的 算便宜的 新聞說三個都是王牌律師 絕對不只這個樣子 上面在計費 還有一二項 真的喔 對 那濾艦費率而已 就是收費標準這樣子 對 按時計費 那我三個律師加起來 時間這麼長 應該就不只 所以我一趟 至少花了四五萬 然後吹72分鐘冷氣 沒有 他這72分鐘 是一個律師而已 一個律師 對 他三個律師 是連續三天 每一天都有人去 濾艦正文燦 對 就是每一天都有 讓他吹72分鐘 然後律師去可能 就是讓他吹冷氣這樣子 對 量什麼 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讓他休息一下 這樣子也花不少錢 這個其他人 其他的受刑人 可能羨慕流口水 可以吹冷氣這樣子 那鄭文燦 現在你律師的錢 可能我們會覺得 四 五萬不只 這些好像花不少錢 算什麼 鄭文燦以前當市長 他養了一堆榮元的官 花了多少錢 千萬元 張江春陶寅市的議員 他說以前鄭文燦 當市長的時候 巧立了很多董事長 所以有些單位 其實不用董事長 總經理 還秘書長 還主秘等等 一個一個把他射出來 養了一堆人 其中有一個賀賀有名的 叫王毅川 王毅川他去當 桃園航空城的公司的董事長 當時他有發生一個事情 他掏空了桃園的土地 私下挪用預算去發行股票 發行股票資勢體大 金額高達69億元 這麼重大的事情 居然沒有跟桃園市議會 來報告 獨斷獨行 當時議會非常生氣 還把他請出 把他趕出這個議市場 王毅川說我發行沒有 並非對外公開 而且市府都百分之百的持股 但問題是 你是拿桃園市政府人民的錢 你怎麼可以跟議會沒有報告 而且是高達69億元 這麼龐大的一個資金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現在有軍事專家 他到對岸去 坐他們的高鐵 發現說有靠背 有這個椅背 然後一堆玩友說 青鳥又要崩潰了 大陸高鐵居然有靠背 知道老師要來 趕快裝上去了 只有你看得到 這些都是高級川反串的 因為我們王毅川的名言就是 中國的高鐵沒有靠背 我覺得王毅川這一點 我要稱讚他 他畢竟是 雖然是人家說他是養的榮園 但是我覺得他知恩圖報 鄭文燦出事之後 局檔只有兩個人幫鄭文燦講話 唯一一個 其中一個就是王毅川 他說鄭文燦在八年發展這麼多 不能因為一兩個案子就抹煞了 不要欺負桃園人 欺負到這個樣子 有情有意 請教我 先講最近台灣非常熱 今天還出現了 將近39度的高溫 所以這個對鄭文燦而 永祥已經非常辛苦 因為大家知道他很會流汗 而且他又不瘦 對 這個真的是辛苦 所以畢竟在看守所裡面沒有冷氣 而現在能夠藉由律師 濾劍的情況之下 來吹冷氣 我相信不管談什麼事情 不管這不重要 只要鄭文燦能夠放鬆休息一下 我覺得他都是非常值得的 像今天不管花一萬塊或以上 他可以吹72分鐘的冷氣 而且他可以不用做事 對 他就是來聊天 絕對值得 所以他說三位律師輪流來濾劍 是分了三天 每一天都有人來跟鄭文燦濾劍 我覺得這種這麼厲害的律師 要耗在那邊72小時加交通 我覺得應該遠遠不止一萬 我講一實話 10萬我和鄭文燦都付 因為真的太熱他都受不了 你知道當人很熱 整個身體會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我要說鄭文燦 當然他找律師來律解 他的自由跟他的權利 可是他真的要交代的 不只是他個人貪囑的問題 還有一個東西 他必須要說清楚講明白 就是到底是誰外系的偵辦機密 這非常重要 他的監聽一聞 包括他應訓潛就已經知道方向 到底誰是內鬼 誰在護航鄭文燦 以及鄭文燦背後的共犯結構 到底有多大 我覺得才會是真的重頭戲 好 大家要繼續追查 繼續查這些事情 不過現在大家開始猜說 下一個可能是誰 現在傳出來有可能殺長公主 長公主是誰 蘇巧慧 為什麼呢 張宇軒爆料一件事情 他說蘇巧慧是唯一一個 跳出來幫鄭文燦說話的人 宇軒沒有把王毅川放在眼裡 如今蘇巧慧已經拿到 新北市長入場券 還會幫鄭文燦講話嗎 他就很擔心 大家想說 是不是蘇貞昌 是賴清德裡面的眼中釘 葉元之說蘇貞昌過去的人情 全部會回到蘇巧慧身上 如果賴不能讓英系 持續做大的話 那蘇系何嘗不是 謝龍介講到一個內行人的話 他說鄭文燦跟蘇貞昌過去五年來 把持了太多人 安插太多自己的人馬了 包括在政府還有金融的機構裡面 賴清德最恨的就是這兩個人 最關鍵的位置 全部被你塞滿滿了 他恨 問題是蘇貞昌現在已經退了 能對付誰呢 對付長公主嗎 台灣民意基金會 現在做了一個最新的調查 民進黨的支持度往下滑 但賴清德反而是持平 甚至他在22到24歲 還激增了26% 兵哥怎麼看 我覺得蘇巧會不會是下一個 直接被針對的對象 我個人認為未必 但是他絕對不是賴清德 屬意的人選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更何況賴清德過去 本來跟蘇貞昌就不是很合 蘇貞昌跟鄭文燦過去 在蔡英文的支持下 把這些金融財經方面 幾乎滿滿全部放 都是他們的人 你看蘇貞昌那時候多誇張 把所有工營行庫 全部換上他自己的人 這是非常非常誇張的事情 賴清德就算不是針對蘇貞昌 他也一定要把這些人 換成自己的人 真的沒什麼好講 所以他一定會針對蘇貞的人 去做一些動作 這是必然的事情 可是現在很多人就在傳說 是不是換上林佑昌 第一個林佑昌算是賴清德的人嗎 好像也不是 因為他是政國會的 沒有那麼輕 對 再來林佑昌在新北 說真的 他在新北的整個態勢 遠遠不如書巧會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的知名度也不足 基隆的政績又不好 然後他現在寄託在哪裡 就是寄託在基隆霸梁 如果霸梁能夠起來 他的聲勢就會起來 那他可能還也許有一瓶 但如果霸梁沒過關的話 林佑昌憑什麼選新北 我真的實在是搞不太清楚 那他自己應該先把Net那個事情講清楚 是啊 所以 所以你沒看到林佑昌最近很積極 現在基隆市民進黨黨部都在幫他發文宣 你知道 就是發說林佑昌好棒棒 然後謝國良做得好爛 就到處在塞新疆發文宣 可是我覺得基隆民眾也不是那麼笨 是啊 所以民進黨 還好意思講說霸梁跟你們沒關係 就是你們在操作 那我覺得余大雷 這個余大雷基本上 真的是很糟糕的一個人 那問題是現在這些東西曝光之後 我就不知道看賴清德要怎麼去解決 對 余大雷的事情到底是多離譜 現在他被人指控 因為週刊爆料說 他花了800萬買家具 佈置我們駐美國的大使館裡面 800萬有點離譜 因為他只是家具而已 但沒有想到外交部 在立法院大運立委說 這個六月的時候 兩個禮拜要交出這個檢討報告 結果一拖 拖到現在才公布 拖了一個月 為什麼要拖一個月呢 先記住等一下告訴你為什麼要拖一個月 當初週刊告訴大家 說他這個床 他要睡的床 有兩張 花了25萬 然後這個包括沙發 居然快要將近100萬 花了96萬塊 非常離譜 包括400萬的凱迪拉克的坐車 外交部折騰了一個月 弄了一個月 變魔術一樣 官場現行記 這個非常厲害 大家要仔細看 非常神奇 可以把它學起來 他說沒有我們沙發是42萬 床是1萬 藍牙音響確實有買 但是辦公室的 就是對外的 要給外賓聽的是2萬6 私人用的 宿舍用的 貴一倍 4萬5 這樣合理嗎 你給貴賓聽的 或對外的 不是應該要貴一點嗎 自己用 自己享受的應該要便宜一點 或者你自己用的 你就自己買 還有包括咖啡機 你對外的雙向員 對外交涉給外賓看的 4萬6 我睡覺的 我自己個人用的 我要自己在宿舍泡的咖啡 8萬1 8萬1 各位 合理嗎 我們住外很辛苦 沒有錯 但你自己用的 比對外的 給外賓用的 居然貴一倍 你好意思寫 折騰了一個月 你寫出這種報告 他說我們沒有花這麼多 我們只有花139萬 為什麼會這麼少 因為他使出了官場的幻術 這個模範寶貝 為什麼 有9樣 他叫你 叫報告之後才來 結果我寫報告的時候 我沒有把它列進來 所以有9樣 高達9樣他沒有列進來 另外 能退的我就退 不能退的 我換便宜一點 品項 數字都是改過的 所以就有人爆料 說這整個報告 都是余大雷自己寫的 外交部說 並不是他單方面的資料 他們還有併合 其他的資料 但是大家想說 你這個報告真的是變魔術 請教博弈 余大雷有沒有亂花公堂 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在乎 就是外交部調查余大雷的 調查報告 是他自己寫的 這個事情我就非常不能夠接受 因為當然是吹哨者爆料 也就是說如果吹哨者講的是真的 余大雷花了800萬 變成139萬 是余大雷自己說的 這個球員兼裁判 這個我還需要什麼調查報告嗎 不用 他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但問題是 余大雷做出這麼誇張的行為之後 他會不會換掉嗎 我個人認為機會還是不高 第一個 畢竟他就職的時間不夠長 不到一年時間就把它換掉 台美雙方高層可能都不好看 畢竟當時任命 是蔡英文跟美國都同意的 再第二個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當余大雷上任之後 不管他做得好或壞 有一項工作他表現得很好 就是拉攏共和黨方面 他做得不錯 因為余大雷他順利的 受邀參加了共和黨 宣布川普為總統候選人的 全國代表大會 他也去那邊打卡 對 他去了 他被受邀了 他就跑住了 這個拉攏川普跟拉攏共和黨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階段 大功已見 所以只要余大雷有這個功勞 國民黨沒有出席嗎 這個他們要受邀 我們沒被受邀 因為這是美國的台灣駐美大使 所以他被受邀了 余大雷與60多個國家 與國際組織共居一堂 所以光是這個事情 我覺得余大雷 就有繼續存在的價值 畢竟美國總統大選 到現在還沒結束 拜登跟川普到底誰勝誰輸 很難說 所以就算余大雷現在 在很多可能私德方面 出現很大的爭議 但只要能夠與川普 或者是共和黨 不過我剛剛有看到 林濤還有朱主席 他們好像有去 這個相關的活動有打卡 所以可能待會再update一下 好 我再確定一下 但是不管如何 余大雷也去了 代表至少民進黨也有人 在這個活動裡面 所以我要說余大雷 當然他現在對於 不管是民進黨而言 或對於賴清德而言 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至少在今年年底的 美國總統大選完之前 但你有看過這種寫法嗎 這合理嗎 我老實說 對外的 因為他之前說他這些家具 要買的貴 是因為我要給外賓 我要給美國人看 所以買貴 但你自己用的比 給外賓看的貴貝 所以這代表了他根本不在意內容 外交部也不在意他寫的內容 因為代表了外交部目前 包括賴政府的狀態 就是想要先留住余大雷這個職位 讓他能夠先好好待在職位上面 所以不管余大雷寫出來的報告 或者外交部調查出來的結果 有多麼的荒謬跟離譜 我老實說沒有人會在意 所以我真的建議余大雷 或者包括外交部 不要這麼的複雜 東改西改 包括人家說什麼 他的買東西的價錢 買東西的品項 要退或者要換 最簡單的方式 我建議是直接把余大雷退掉 余大雷退掉 不要做台灣駐美大使 我相信整個過程就會變得更順暢 整個過程就會變得更乾淨 而不要是做出這麼粗糙 而且難看的調查報告 這些東西我老實講 真的是打了外交部 也打了賴政府 一個很大的耳光 不過另外一件事情 大家看了覺得出目均心 台南的光電案 現在台南已經有一個新的外號 府城 府城 這個府是哪個府 腐敗的府 由最新的調查出來 沈隆金 大家都知道 好杯杯 民進黨的一個老好先生 他的最後一個職位 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現在週刊爆料 說他是光電案裡面 有一個負責來催促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台南市的金發局的官員 現在爆料 他說立揚建設 這個涉及貪賭的立揚建設 他們總裁 照片上這位古聖輝 他直接找上了行政院的副院長 沈隆金跟他抱怨 說台南市政府都沒有幫他推 那抱怨完之後 台南市政府的金發局 就被叫去罵了 就幫他打通關 但是現在立揚被發現了一件事情 他們偽造了這些相關的資料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台南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這個小二假的禁令 在禁令實施了這個日期之後 就不行了 就要收到相關的規範 結果立揚就找這些地主來寫了假的日期 讓他不收到這些規範 150多個案子裡面有130幾個 全部都是假的日期 那地主只有拿到5000塊 但立揚因為這樣的一改 拿到了91億元 這麼大的一個龐大的利益 那角色 沈隆金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但我個人認為 沈隆金應該也是賢命辦事 但這個賢命辦事 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為什麼呢 後來他就卡到了開發金 這麼好肥滋滋的一個位子 所以千萬不要不配合黨 只要配合黨一切都好說話 那立揚現在跟金發局搓換文件 鑽了小二甲的淨力漏洞 讓我們流失了70公頃的農田 然後他們賺了91億元 另外一件事情陳凱玲 他跟台南豪宅樂世界 他跟他們買房子 買多少呢 買2168萬元 但他實價登入登入多少 2568萬元 為什麼 400萬就進到他的口袋了 這也是我們一般平凡人 沒有辦法知道的這個魔幻 另外一個事情 在過去有一段時間 監委都是民進黨的人 怎麼突然期間 傳出了有一個監委林國明 他要提前請辭 這麼好的一個優渥的位子 他任期還有兩年 怎麼這個時候突然要辭 新聞是說他都要辦 這個88的事件 他要辦陳忠燕 他要辦相關的這一些爐渣案 太多都聚焦在台南了 讓他不如歸去 而且包括後來在這個 相關的這些表決 彈劾陳忠燕的時候 只有兩票贊成 阿十一票反對 所以他心悔一人 所以他這個時候選擇要離開 但是大家仔細看 仔細看這個時間點 這個表決的時候是2月20號 2月20號5個月前 5個月前表決懸殊的比例 讓他不如求去 求了5個月 賴清德上來沒幾天 他就說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這到底怎麼回事 請教兵哥 這個現在立揚這個東西 是越查越多 越來越大洞 那看起來好像 牽連成績也越來越高 現在已經連到副院長沈榕金了 可是問題是 你真的有抓到背後的大老虎 沈榕金請問一下弄這些光電 對沈榕金本身有什麼好處 顯然是有人指示沈榕金這麼做 請問一下 背後那個人你敢查嗎 你們能夠查嗎 實際上我覺得現在這一波 看起來是 最多就是到沈榕金了 而且沈榕金要脫生也很容易 因為沈榕金當時是經濟部長 所以他可以說 國家的政策就是要推動光電 我身為經濟部長 我鼓勵推動光電有什麼不對 我也沒叫他們不要合法 對不對 因為那些不合法那些 找地主去變更 偷渡 全部都不是沈榕金幹的 所以沈榕金第一個不會有事 看起來整個成績 就停留在林文信跟陳凱琳身上 到這邊就可以結案 問題是這一票人去的時候 你以為台南就不搞光電了嗎 其實不是 只是換另外一批人來搞 換現在這一批 就是跟金上比較相關的人來搞而已 就是換一個利益團體而已 所以這些東西還是無解 因為這邊地方上的利益勾結 就是因為這麼大 所以才會88槍完之後 又有林世傑的案子 然後林世傑案子之後 又有槍擊 台南幾乎是槍擊不斷 就變成這個樣子 當初我們其實就已經知道 陳凱琳跟邱莉莉 他們全部都住在同一棟大樓 光電大樓 對 光電大樓 然後又如何 請問一下查到現在又怎麼樣 人家邱莉莉現在不是好端端 一樣當議長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永遠都是這樣一個輪迴 包括郭泰青這樣 你好像拿他們都沒責 那完全是看上面要不要動 所以最近你看賴清德 好像民調又有點起來 民進黨下降他個人起來 大家想說他打鄭文燦 是不是要開始打壁 又在追立揚這個案子 你真的相信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恐怕未必見得 只是換另外一批人來 繼續吃香喝辣而已 可是民進黨現在真的很會做生意 尤其是光電或綠能這一塊 我們今天看到新聞 經濟部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要發展AI 未來的AI用電很吃重 大家現在都在講河山 河山就算兩個機組不廢 它加起來的發電量也不夠AI用 所以經濟部講一個重點 五年內需求增加224萬千瓦 這個數字要告訴大家什麼 意思就是說要拚綠能 綠能要告訴大家 希望在2026年的時候 綠能要達到20% 其實這個支票之前開過了 應該是明年要達成 它跳票了 他說後年希望可以達成 所以我們可能這些雲爆 有的 沒的這些重點的股票 有可能繼續看漲 那能源署署長有告訴大家說 能源署對AI用電 是怎麼推估的 他說他們有跟這個 有定期討論 所以有知道這些時程的規劃 所以經濟部現在講這句話 是不是又要鋪牌說 大家拚命來沖這個綠能 但是民眾息息相關的是 台北市的和平醫院 大醫院 居然發生了嚴重的停電 2000多戶受到影響 那裡面有人爆料說 一堆長輩在裡面刮噪 要抱怨 要跟醫生 要跟護理師來擄 他覺得很可憐 他說因為醫生跟護理師 又不負責水電 同時間有一篇分析報導出來說 火力75% 綠能碰轟 全國的電力報告真的是 月看非常扯 包括剛剛有講到說 2025年綠電的佔比要15% 那明年 這個2026年要到20% 以及他們推估 2023年到2029年 夜間備用容轉率 來看到 2027年可以到15% 2028年可以到21% 2029年可以到22.6% 我們電力會剩這麼多 博弈 先講一下 還是要報個數據 台積電現在 他的用電佔全台總用電的8% 他估計2030年 他會佔全台總用電的12% 這台積電的估計 還不包括像鴻海 廣達 聯發科 以及AI大廠 輝達的需求 還不包括 所以如果都加上去的話 可以預期的 台灣在未來幾年 我們的用電 尤其是這些高科技的需求 會持續的暴增 這毫無疑問的 所以這會非常考驗台灣 就是我們供電的能力 穩不穩定 安不安全 會不會跳電 會不會停電 會是世界各國考量台灣 能否作為發展基地的一個 非常大的考量 所以能源政策的走向 絕對會影響台灣未來的前景 或者該怎麼去走下一步 但問題是 賴政府對於台灣的用電目標 我不要說瞎扯 我只能說太過樂觀 非常的樂觀 為什麼這麼報告 看一下台灣現在的綠能發電 風力發電 就不討論了 真的 低到爆 大家去看一下資料 台電資料 大概1%或不到1%的總發電量 非常低 而且受到季節性的影響 沒錯 非常的慘 今天下午我隨便看了一下 0.17% 我不曉得這個意義是什麼 冬天會跟你講 冬天滿強的 對 太陽是說晚上就沒了 就沒了 對 要講到太陽 太陽能發電現在最強的時候 也太陽最大的時候 它大概可以佔總發電量的 十幾到二十趴 但問題是晚上就歸零了 晚上是沒有的 所以沒有特別的意義 所以賴政府說 綠電的目標2030年要達到30% 甚至是夜間被載 可以從8%升到29% 22%左右的程度 我覺得他真的非常敢說 而且他忽略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不管玉電佔多少% 就算30%也好 40%也罷 但是這些綠能 它沒有辦法當作機載電力來使用 因為它不穩定 能夠作為機載電力穩定使用的 還是只有火力發電或者是核能發電 綠能在台灣的環境限制之下 它只能夠做錦上天花的使用 它不能夠做主力發電 但問題是賴政府 完全就是不想這些東西 他還是把大餅畫得很好看 告訴民眾 台灣接下來要廢核家園 台灣接下來要很多綠電 追上世界的潮流 但問題是 第一個不管能不能夠達到 再第二個要付出的代價 你有沒有老實的明白的 跟全民講清楚 說明白呢 剛剛我聽到說訊息消息 說國情報告已經通過了 我們這個消息等一下 會有完整的一個補通 包括現在看到立法院 狀況非常多 但是民進黨政府 什麼都可以扯到抗中 抗中當然好 但是問題是抗中 你有沒有足夠的力量 來保護我們自己的國民 不要這樣嘴巴喊一喊 然後遇到狀況 比誰都還要軟趴趴 比誰還要軟腳蝦 到底怎麼回事 一個一個來看 現在看到林宥昌 講了一段話覺得很好笑 剛剛還在講到他 他說現在立法院會這樣打來打去 為什麼呢 有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傅昆琦 從大陸回來之後 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 可是大家的認知 是立法院開打 關鍵是因為賴清德下令 可以選輸 但不能真的輸 所以這句話出來 大家就有點奇怪 什麼都要扯到中國 連立法院打架 都要扯到中國 那中嘉賓報這個陳金輝 被送紀律委員會 還有信品委員會 立法院也要懲處 但是跟剛剛報告 一個不幸的消息 這個紀律委員會 聽說都是綠的 對啊 八個都是綠的 一年之內不會有事 總之什麼都要扯到中國 但真的跟中國 出現事情的時候 澎湖漁民的 這個遇到一個狀況 他們在合法的 傳統的漁場 距離澎湖才附近而已 在那邊捕魚 但沒有想到 中國海警船居然要驅趕他們 無奈的漁長 就拍了一個影片 直接看到 他看到這個儀表板上面 就包括他們的位置 還有包括大陸的海警船 還有包括他們現在拿著鏡頭 往上攀 拍過去是什麼 我們海巡署的軍艦 海巡署的軍艦 怎麼沒有保護他們 他說盡在支持 我用手機拍都可以拍到他 儀表板上面也有他 大陸的海警船來驅趕我們 你們怎麼沒有幫我們戰蝦 不是平常看中喊得很大聲嗎 真的出事的時候軟腳蝦 結果你知道海巡署 後來怎麼回答嗎 大家這 不好意思 因為你沒有報案 這就像說 這個兵哥在路上打我 然後我說警察就在旁邊 警察就在旁邊 警察都沒有處理 警察說你又沒有報案 被打到死了你都沒有報案 魚敏很無奈 我們是合法的地方 而且上一次 這個其他的船長說 這個大忌滿88號之後 大家都很怕聽到廣播 就已經嚇得要死 就算海巡署的軍在旁邊 也沒有用 那現在有一天報導 是說這個澎湖的漁民 告訴大家 中國的海警船 會通風報信 三無的漁船 等於說大家很害怕 海峽中線以西 本來就是他們合格的 而且現在要抓小管 但沒有想到 現在都被逼著 因為海警船一直出現 一直驅趕他們 然後我們的海巡又不敢動 所以澎湖的漁民 只好乖乖的 在海峽中線以東 那區域縮 然後我們的沿海 又很多這些風機 你有沒有辦法 就進去作業 面積大幅縮小 所以我們這些漁民 光是小管 他的營收就銳減了三成 澎湖漁民也講 說一減年的營收 要少三分之一 抗中 抗中 早就不要講一講 然後軟趴趴的 請教博弈 先講 民黨的立法院行為好了 他們不只在立法院 這種荒腔走板 不曉得幹什麼之外 民黨中央更是加油添醋 說什麼國民黨變得暴衝 是在富崑其從大陸回來之後 這種抹黑抹紅瞎扯的話 民進黨的高層 居然臉不紅氣不喘 大大的敢說出來 我真是不曉得他們 有什麼根據來講這個話 要知道現在立法院的亂象 真的罪魁禍首是誰 是你民進黨好嗎 拜託一下 中嘉賓委員情報 陳金輝委員的事情 先不管送交紀律委員會 或姓平委員會有什麼結果 我更在意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當時郭國文去搶周萬來秘書長 他手上東西的時候 造成了秘書長輕微受傷的情況 這件事情怎麼感覺起來不了了之 尤其是郭國文委員到現在 完全沒有感到不好意思 甚至沒有說出一句道歉的話 他認為他做了一切東西 甚至沾沾自喜的覺得 他能夠阻擾意識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這就是綠營民黨立法委員的素質 連議事人員 中立的人都來攻擊他 而且事後沒有任何道歉 也沒有任何覺得後悔的表現 非常悲傷 然後甚至是離譜到接下來 連選霸法的問題 綠營還要去惡搞內政委員會 要知道藍綠白三方都已經對於這個 選霸法包括了連署門檻的方向 想法是一致的 居然綠營還要特意的假動 癱瘓委員會 軟禁議事人員 甚至還要凌晨去偷開委員會的門 這些荒腔走板的事情 綠營做得非常高興 而且宣傳得非常大 但問題是 關於到我們漁民最辛苦的生計 民進黨有管過嗎 完全沒有 當作我們這回事 不曉得該怎麼辦 7月2號我發現的漁民 被大陸海警積壓帶走之後 漁業暑下午跟晚上的話 答案是不一樣的 一下說是共同作業區域 一下說是高風險區域 講不清楚 然後過兩三天 我們的漁船 又被日本水產廳給羈押帶走 感覺我們台灣的漁民 好像難民一樣 說帶走就帶走 完全沒有任何保護的措施 但對於賴政府而言 他的護漁民的態度 我到目前為止 除了軟弱這兩個字之外 我講不出任何的形容詞 包括說我們的海巡署 拜託我都已經看到現場 我們的漁民被欺負了 你居然還問他 因為他沒有報案 這種離譜 背於現實的話 我真的不曉得 我們的賴政府 我們的海巡署 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才能夠讓我們的漁民覺得安全 覺得能夠被保護到 雙標的不只民進黨 還包括了波特王 波特王前陣子 最賀民的這個事蹟 就是帶頭獵巫的這些 到大陸去的網紅 最新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跟他的老東家 開私 打官司打了非常久 他希望索賠 他的案情 他跟他東家的事 我也懶得理 但是這個判決出來 有一個大家聽得非常驚訝 炸鍋的事情 他們公司巨洋 要賠他多少錢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一筆大陸業配的分潤 這個沒有分給他 該分的沒有分給他 所以他覺得不平 前老闆火星叔叔說 你才害我們 因為你在跟2009年 跟蔡英文合作 所以導致我們跟大陸合作 全部都中斷了 甚至那一邊還拒絕付款 好 他們的恩怨 他們自己去聊 我也懶得理他 但問題 你講了老半天 你說到大陸去的網紅這些 罪該萬死 結果他們是你的小學弟 小學妹 你是大學長 你是衝鋒線的第一個 你有接大陸的業配 結果你現在去打那些 有到大陸 他們還不見得有接業配 他們有時候就是到成都裡面 拍宣傳片 有沒有業配都還拿不出證據 你這是鐵證 有證據 你要不要以謝國人 你要不要告訴大家 你跟紅色的力量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距離 當時這個頻道歷年的收益 多達750億元 有拍了這一些影片 都還在上面 地方反應有相關的說 他會賠多少錢 那都是他們的事 另外一個大家受到矚目的 彭恰恰 彭恰欠了2.4億元 現在他靠大陸去抖國 抖音直播 他說他已經還得很快 還到只剩下1.2億元 大概那個時候 很多人都要救他 但沒有想到救他的是 對岸的這個抖音直播 賺得比較快 他舉一個例子 四月到對面去賣 一個字畫 可以賣1500塊台幣 現在資礙物 只剩下一半了 平均一個月 平均一個月 飛三到四趟 一次直播三到四個小時 他可以字畫這樣 字畫不知道是他畫的 還是說他去介紹別人畫 還有泡菜炒豬肉 想辦法還他的債務 另外一個也是去賺錢的 郭品超 郭品超現在是被挖出來 在社群上面挖出一個舊的影片 其實他是去年的 2023年 因為他爸爸跟他 他們全家都是山東人 山東人出來 然後他就配合節目說 他到山東去尋根 去知道他們以前長輩 來自哪一個地方 他有一段話說 他覺得自己很像是 一直在漂泊 當時回到中國台灣的時候 身體雖然回家 但靈魂卻不見得會回家 鄉愁是小小郵票 我在這一桶 母親在那一桶 然後台灣網友就可以生氣 放棄國籍 不要用健保等等在出征他 但是人家尋根何措之友 請教兵哥 我覺得這些網紅 當然每個人 各自的利益 可是波特王為什麼 會被人家這麼詬病 就是因為他現在 拿著抗中保台的大集 好像把所有去大陸 不管是賺什麼樣的錢 賺業配也好 去賺什麼錢也好 或者只是單純去拍一些 節目也好 全部都把它打成 好像十二不赦 可是結果你自己 你還為了在大陸的錢 再跟人家打官司 那不是更好笑 這種錢你應該根本要 都不想要才對 不是這樣 結果你還跟人家打官司 要把這筆錢要回來 那不是 你還很捨不得這筆錢不是嗎 所以對你來講 錢也是很重要的 你也是看錢辦事 所以就不用講得多清高了 那當然其實這個官司 他們雙方是一人輸一半 其實到最後是這樣 兩敗俱傷 那蹦恰恰大哥 我就覺得他真的滿厲害 很多人在罵他說 你現在還出什麼新聞 欠這麼多錢 還不敢去還錢 人家講得這麼清楚 四年他還了一一二 等於一年要賺三千萬來還債 他還活得下來 其他花費還不算 是我們有幾個人 能夠一年還三千萬的債 他其實很厲害 如果照這樣講 這個應該不可能 只是寫一寫字畫 或賣這個什麼 泡菜炒豬肉 就可以賺來了吧 他應該還有很多 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 假設真的如他所說一樣 但他有說他跟他那個 過去那個好朋友 幫他還債那個林秉文 現在已經不來往 所以他到底是怎麼樣 能夠這樣還債 我也是滿好奇的 我覺得本家大哥 我是建議你 你既然有這麼厲害的 還款本事 你剛才開一堂課 教大家如何四年還一千 一億兩千萬 我覺得那個課會賺班 滿勵志的 對啊 馬上就會發財 那至於郭品超 我必須說 對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如果這麼喜歡大陸 你為什麼不去大陸 人家現在就在大陸 那懷疑什麼 他就在大陸工作 人家會賺錢 我個人是認為 蔡英文不是告訴你嗎 沒有一個應該為自己的認同 而被人家 為了自己的認同去道歉 然後被人家去講話 那現在你們就是在 去質疑人家的認同 我講實在話不就是這樣子嗎 他認同是他的事情 那拜託你們不要老是講 什麼台灣國籍 台灣國籍在哪裡 你拿出來給我看 誰有台灣國籍 我還沒看過 哪有這種國籍 就只有中華民國國籍而已 你們忘了這件事情 真的不要每天老是用 醫師型態率指責變 先想想自己在幹什麼 好 剛剛這個最新表情 我們講一下 就是立法院 現在因為他今天是最後 會期的最後一天 通過一個決議 他就是說 國會改革三讀通過的新法 要邀請賴清德到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 但熟悉立法院的我告訴大家 這決議跟屁一樣 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所以開序看起來很驚人 實際上就是嘴巴講一講 另外一個大家很驚訝的 就是健保法 這個賴清德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加碼 就是各陣營提出了健保 喊到1.1元這樣子 賴清德那個時候最厲害了 他的團隊矛起來 1點 甚至我給你1.1元 所以一見的人說 這麼好 讚 支持賴清德 選完之後變另外一張臉 因為現在國民黨告訴大家說 我也不比你1.1元 你好歹是不是0.95 或者1.1元 但是他現在告訴大家 我們試算下來 1.0.95元的話 就是要705億 那1.1元的話 要1155億元 賴清德說 如果我們要把它入法 就直接寫在法律裡面 這樣會破壞我們健保制度 然後陳時中 現在是行政院的政委員 他說如果固定點數的話 以後會很難控制 這個還是不要立法 那當然人家講說 那你以前選舉的時候 是1.1元 怎麼會差這麼多 選核狀況都不一樣 那現在朝野協商 通過衛福部 明年6月底前 要達到平均1.0.95元的決議案 一樣又是決議 做不做 可能就是到時候再看 請教博弈 選前狂開支票 選後瘋狂跳票 綠營賴清德 又做同樣的事情 還記得總統大選之前 來贏的侯友宜市長 跟趙少康副總統候選人 那個時候 他就說了健保的點值 1.1塊錢 因為這個是讓所有的 包括醫療體系的醫師 他能夠有更充足的 醫療的一些預算 來做他們的 不管是回饋也罷 或者他們的薪水也罷 就那個時候 賴清德怎麼說 1.1塊錢 這不夠 1.1元 1.1元都可以 可以做得到 可以讓整個我們的醫療體系 包括我們診所變得更好 結果當選完沒幾個月 直接大改口 說如果保障1.1元的話 還不要說1.1 1.1元就好 要1155億的經費 這個做法會破壞健保制度 你選前總不記得這個事情 不要忘記 你當過行政院院長 你也當過副總統 會不會破壞健保制度 你心中都有數 但是你為了騙選票 什麼話都敢說 等到你當選完之後 之前講得好像跟做夢一樣 當中沒有這個事情 但問題是你知道 當時因為你講這些話來 所有多少醫界的人 都會支持你 毛起來挺 毛起來挺你 結果現在選完之後 當然沒這回事 要知道健保的這個點值的事情 一直以來都是 所有包括醫療接受 他們非常在意的事情 但由於這個增多週少 所以點值從可能0.95 加到0.9 甚至0.8 0.7多都出現了 所以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只用口號而已 而是你要找出個方式 怎麼樣讓我們的健保預算的餅 能夠變得更多 讓餅變得更大 才能夠讓我們所有的 從業的人員 能夠得到相對應該要有點值 而不只是用現在的 所謂的現有資源來做分配 那你永遠都做不到 不要說0.95 你0.9 0.8都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我拜託賴清德 選前你開了支票 選後麻煩你能夠兌現 而兌現的方式 好好去想一下 怎麼樣讓我們台灣經濟變得更好 怎麼樣讓更多的外資進來 我們台灣投資 讓我們政府 讓我們人民變得更有錢 只要這點你能夠做得到 你當然有更多的預算 能夠來支應 所有我們的健保醫療材料 所有相關的費用 而不要通通都只會去抗中保台 通通把台灣的經濟 放在政治意識之後 這種做法我覺得 當然也許對你們 民黨的選舉有幫助 但是對於整個國家 對於整個人民而言 都是莫大的傷害 就不能變成 開拔拉票的政治渣男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中國大陸發生一個非常奇怪的新聞 詭異的新聞 在湖南省岳陽市平江鎮嘉義鎮 這一個小地方小村鎮裡面 突然大家開車經過說 怎麼樹立這麼多的T字T罷看板 裡面都說猥褻未成年是重刑 三年以上直到死刑重罪這樣子 台灣連死刑都沒有 我們不要笑人家 人家至少樹看板 還有講到死刑 台灣連死刑都沒有 甚至我們很多都關門了多久 好 中國大陸是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台灣台北市 發生了一個幼兒園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我們幼兒園又或者學校裡面 有性侵的加害者 我們的政府的法令非常的複雜 有的說可以公布 有的說不可以公布 你公布我就要懲罰你 但是今天我們的衛福部的司長 保護司司長 告訴電視台的這些記者們一個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都說性侵案報導不能報 這是誤解 大家誤會了 沒有不能報 可以報 幼兒園不算學校 所以沒有在他們禁止的範圍 然後加害者的資料 名字可以講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不能講 所以現在大家討論台北幼兒園 有園長之子的性侵案 名字可以報 你可以報 但前陣子我們有同業 立刻發了一個新聞說 我們之前被台北市衛生局罰了3萬塊 到底是你地方跟中央見解不一樣 還是規範在哪裡 因為我們就有一條法令 你不可以揭露這些資訊 足以辨識被害者 我知道加害者 比如說他是園長兒子 我能不能知道受害者是誰 可以 我罰不罰 罰 要不要公布 民眾說要 那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做法是什麼 大家捕傻傻 看不清楚 第二個又來了 新北市選舉的時候 我們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新北市有一個未要案 民進黨看到說可以打擊政敵 管他小朋友什麼權利 我就矛起來弓 矛起來扭曲 帶風向 現在又來了 台北市又來了 新北市幼兒園 我先告訴大家 整個事情來龍去脈 2022年7月的時候 有家長通報 當時通報是一個個案 他們調了監視器 檢察官也去調查 這個不是台北市政府調查而已 台北市政府跟檢察官 都認為沒有證據 所以沒有起訴 後來中間有卡了一個新法 就是在2023年3月的時候 有一個新法上路 他說如果有涉案的話 就要終身禁用 但是在2023年6月13號的時候 他們確定就是沒有證據 現在民進黨就倒過來講說 你怎麼沒辦法終身禁用 問題是這個案子不是用新法 到了2023年7月 就整整過了一年 又再一次的接到通報 說有這個性侵的事件 後來當時去調相關的監視器 證明是屬實的 真的有這回事 所以他們重罰行為人跟負責人 終身都不可以在 這個教保服務任教機構 但民進黨現在就混淆了 混淆整個時間序 像開始講說 那你可以處理 你怎麼慢半拍 你怎麼沒有好好處理 而且就是說 讓他一犯再犯 所以讓他後面這個 本來是可以不用受害的 也受害了 民進黨就開始記者會 說你們有漏接 等於說沒有好好做到管理 民進黨也開記者會說 以前就有被檢舉 因為監視器角度沒有搶好 沒有拍到 教育局還告訴大家 沒有畫面 沒有辦法調查 家長雖然有報案 但沒有聯絡教育局 就有甩鍋的問題 博弈到底怎麼回事 先講只要對於兒童 不管是侵犯還是虐待 我個人認為直接處理疾刑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你等於是毀壞了 這個孩子的一輩子 從小的因應是拿不掉的 但是對於這個事情 我們必須還是要根據 真實的情況來討論 怎麼樣讓他做得更好 而不是只是用政治意識 特意的抹黑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我先講一下 這次台北市幼兒園這個案子 是在民國111年7月份的時候 家長先到警察局報案 是去警察局報案 所以園警跟家長 一起到園內 去觀看他的監視器 第一次他沒有發現相關的事情 然後接著 在同年的時候 台北市教育局也接獲通知了 因為這案子 只會回到教育局來 所以他主動的跟園方 調閱相關的監視畫面 也沒有發現相關的情勢 也就是說 就這個錄影帶裡面 看起來的情況 沒有被指控的行為 可能躲起來了 或者是沒有被發現到 所以當這個案子 在112年6月的時候 台北地檢署 就以沒有足夠的證據為由 不起訴處分 112年6月的時候 結果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在7月中旬 蔣市府接獲第二次通報 這個東西的確有問題 所以蔣市府 一發生這個事情完之後 他馬上做相關的處置 他在10月1號的時候 就已經確定裁測了 這個所謂幼兒園的設立許可 停止營業以及所有相關的人 是不能夠繼續使用 但很多人會疑問 為什麼7月中旬 你其實知道通報 10月份才做出相關的決定 因為他開了4次的委員會 在112年的8月份 9月份都開了 甚至在10月之後 11月以及今年的2月份 都開了委員會 來處置相關的事情 為了就是不用 那什麼時候知道 確證的這個證據 是7月就知道嗎 這就知道了 7月知道 到10月才開始做出處分 沒有 他這東西調進來 他的委員會會 證據他調過來的東西 包括檢調了一些相關的一些收證 來確定這是否屬實 但問題是我要講 他們能先暫時處分嗎 對 沒錯 這次我要講的 就是雖然市長在3個月之內 就完全把事情告一個段落 我個人認為還是太慢 如果你當時拿到政局充足的話 我覺得這些委員會 其實不用開了 你直接做強制的先處分 讓這整個事件停止下來 不要讓幼兒受到更嚴重的創傷 我覺得這是該做的 所以雖然蔣市長現在做了 但有另外一點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現在民進黨的這些立委 出來開記者會講這些事情 但許曉鑫就整理出來說 我們調了過去那一段時間 前前後後 你民進黨這位立委 你都沒有關心 吳佩義你都沒有關心 怎麼突然現在 鄭文燦被收押之後 我就毛起來 沒錯 所以很明顯的 對很多綠營的民意代表而言 他在意的不是這些兒童的安不安全 而是在意的政黨有沒有利益 選擇性的來攻擊 我覺得是非常糟糕的 要知道兒少的問題 真的沒有任何顏色色彩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也拜託衛福部 不要再講這些插話了 什麼叫性侵案件 都不能夠報導事誤解 因為幼兒園不算學校 所以沒有被禁止公佈 名稱以及加害者資訊 在講什麼東西 如果幼兒園不是學校 你告訴幼兒園是什麼東西 戰鬥營嗎 我個人非常的堅持 而且也希望 就是如果未來還有任何這種事情發生 幼兒園的名稱 以及加害者資訊 即時公佈 馬上公佈 讓所有人都知道 相關事情是怎麼樣 不要讓我們的孩子 讓我們的家庭 再受到這種惡性的摧殘了 而且調查之前 就應該先有一些基本的工作 沒錯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中國大陸有一種新的酒吧 怎麼樣一個新呢 直接看這畫面 他們租下了公車 所以在公車裡面 從外面就可以聽到說 怎麼整台車都是霓虹燈 還甚至可以聽到董姿董姿的聲音 裡面男男女女打扮很時髦 就在公車裡面直接跳舞 熱舞起來 蹦滴起來 還有很多這些看板 年輕不要留白等等 我們看是有點俗氣 但裡面跳的這些正妹辣妹 他們是跳得滿開心的 而且還有專業的DJ 然後這個跳舞的辣妹 穿著也滿火火辣的 這是最新的一個方式 而且有沒有 遍及中國大陸一些 包括安徽 哈爾濱 還有包括蘇州都有這種 蹦滴的公車 但不好意思 這些單位的官方說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公車 租給他們之後 居然是拿來做蹦滴 所以新聞之後出來 不行不行 自止了 我們租給妳 就只能做交通工具 不能把它做成這個夜店 所以要嘗試 可能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 因為另外一個 也是跟蹦滴有關 蹦滴 蹦滴 是不是讓人家心情特別好 租 養租 租捐也要把它弄得心情好 所以就把租捐改成是 有蹦滴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改建 不是很專業 因為你應該也要 有一霓虹燈 不然租姿覺得說 跳舞那麼亮會跳不起來 但他只有放音樂 讓他們在這個租捐裡面 跑來跑去這樣子 至少不用Solo已經 然後為什麼 因為他說 豬的活動量大就很好吃 所以常常運動的人 可能就會被當吃掉的那隻豬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那什麼時候見 上海韓州有個魔幻大樓 它叫做歷經國際 在前幾年是轟動 走個大陸 因為他全盛時期 在這棟大樓裡面 其實外觀非常漂亮 很像六仙級的酒店 最神全盛的時候 有住了2萬多名的網紅在裡面 每天開直播24小時沒有間斷 那他們最全盛的時候 最頂尖的時候 甚至整棟大樓的產值 一個月 號稱有10億美金的金流 你看這棟大樓 蓋得很魔幻 線條也滿特別 很新潮 他的設計師跟新加坡的 金沙酒店的設計師 是同一個人 內裝也非常漂亮 但住久了裡面隔間很多 甚至後來因為發生火災 所以大量的網紅就離開 就裡面賣茶變成茶樓 但此茶非比茶 變成是有特殊行情 是